另外有几个最新消息要提供给您了 首先来看一下这个最新的画面 这是美国德州小学之前发生了枪击 造成21个师生罹难 现在有最新的影像曝光了 再度引发了咒怒 从这个监视器画面当中显示 至少有7个全副武装的警员 已经把枪手围住了 但是他们却在枪手一开枪之后呢 这些远警居然转身撤退 直到40多分钟之后才破门 击毙了枪手 所以这一段画面现在引发了不少的讨论 另外来看到中国武汉大学宿舍 传出来霍乱疫情 那么当局现在再度甩锅 背锅的现在编撑美国了 共青团用说俄罗斯媒体报道指控 美国在乌克兰马力波 搜集霍乱的病原体 果然现在中国人全数买单 而且他们还把之前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 在6月参访武汉之后呢 就爆发霍乱疫情 用来质疑说他们一行人 其实都遭到投毒了 再来看看这个拥有百万粉丝的 美国网红律师 现在提出了警告 怎么警告呢 不少的朋友现在去这个商店买东西 有一些大卖场 可能用的是自住结账的方式 但这个来自美国的警告 告诉大家 提醒民众应该要避免用自住结账 否则你可能会破财 但是没有办法消灾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使用自住结账机 他认为说有时候会有一些错误 失误 没有办法刷到条码 这个时候你如果带了东西走出去的话 你可能会被误以为是小偷去偷东西 你后来必须要官司缠身 而且还要花好几千块美金的律师费 跟宝贵的时间才能从官司当中来脱身 所以说他建议大家 如果能人工结账用人工结账 不要用这个自住结账的一个方式 为什么这么多